在2018年还有2020年那个时候 我们都出过iPad Pro的视频 那时候苹果对它宣传是真的猛 甚至打出了你的下一台电脑 何必是电脑这个经典的挑衅口号 那时候我们深度测试的结果就是 你的下一台电脑必须还得是电脑 Pro这个违罪更多只是代表硬件跟先进 却不代表它能帮你干更多的事情 所以在2020年之后 即便是我这种数码控 我自己也没有换新的iPad Pro 真的没有必要 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相比于iPhone的每年一看 这一次当我拿到M2芯片的iPad Pro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两年的跨度了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还是挺正经的 当初我狠狠吐槽的这些问题 无论是连接屏幕 键盘或者数据存储 还有多任务处理 苹果都给出了它的答案 那也确实好了很多 那只不过苹果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始终有这种苹果味 那要理解这一点 其实有个很好的案例 这次除了M2 iPad Pro 苹果也发布了入门款的iPad 针对的是学生还有家人 这性价值也非常不错 但是这款全新的iPad 只能使用在2015年11月份发布的 一代苹果笔 那时候我才19岁 我都没大学毕业了 二代笔直接就是不能用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新iPad的接口 和一代笔不兼容的情况 那好 这时候苹果出来说 我们来解决问题了 我们推出了先进的转接头 带上它 你就可以用iPad 给一代的苹果笔充电了 然后如果你丢了这个头子 官网的价格是67元 就可以卖给你 下屏幕 那说真的 我认为这个产品是极度邪恶的 会影响到全球小朋友们的幸福感 只有最乖的乖宝宝 才能感受到科技的美好 别的小朋友 真的只能多一个被爸妈打屁股的原因 就你这个接口为什么丢了 你这笔盖呢 笔盖也没了 搞什么玩意 就这样 所以iPad Pro也是一样的 你说它强嘛 那它就是目前当之无愧的平板之王 已然成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电脑形态 那它有问题吗 它真的改了很多 我对iPad Pro的观点实话说 都已经开始转变了 但是它也不完美 还是有一些因为苹果的风格 而产生的非常独特的问题 新款的iPad Pro整体外观上跟上一代一样 那兼容上一代的妙控键盘 可能唯一说得上是变化的地方 就是背后的客字多了一个Pro 那苹果也保留了最后一点的良心 或者说保留了最后一点对环保的不重视 现在的iPad还是带有充电器的 并且这次的充电线换成了一个编织的线材 那说真的 我对iPad Pro的这个外观其实没有什么意见 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庆幸苹果没有随着iPhone 14 给它做上一个巨大的大号灵动巨导 那不然这个软件公司又要一片哀嚎 那也许是为了划分产品线而不是一个技术原因 今年它仍然和上一代一样 两款大小的iPad用了不一样的屏 11寸是LCD屏幕 12.9寸的iPad则是mini LED 那假如苹果在11寸上面给了mini LED 我绝对会选择11寸 但是苹果真的是 综合来说我现在还是只能更推荐12.9寸的iPad XDR的屏幕 1000尼特HDR 以及1600尼特的峰值亮度 带来的体验还是非常不同 尤其对我来说有一点还是很重要 就是iPad Pro确实是目前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HDR 还有杜比世界的制作以及监看设备 几乎是没有值得 尤其这次增加了iPadOS的更新 多了一个参考模式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这个有什么用呢 简单来说就是无论是Studio Display还是MacBook iPad现在的颜色在对比度上 还有各方面都能和他们做到一致 即便没有专业监视器这么精准 但人家一个屏幕卖几万块钱 iPad用来做自媒体内容的色彩监看 那是绰绰有余了 ProRes录制也是本次iPad Pro的升级点之一 但有点离谱的就是 当我们进入相机App开始找这个功能的时候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我以为我脑子坏了 结果我们一调研发现 这次苹果其实只是给了一个第三方的API接口 你需要用第三方的软件 才能够用iPad Pro来实现录制 所以你需要给Filmic Pro这类软件去交钱 这太离谱了 不过ProRes其实我是一直不怎么感冒的 我觉得无论是iPhone还是iPad用上ProRes编码 真的不会对你的画质有什么提升 就这样 但是文件体质会大很多 我给你看个直观的对比 看一下 这两个画面 你真的能看出哪个是ProRes拍的吗 放大两倍 放大四倍 你再看 但是为了拍摄ProRes 如果是4K30帧 你的数据量会飙升到0.8Gbps每秒 这太离谱了 比常规视频大了多数30倍 也就是说你拍一分钟的视频文件 会比别人拍30分钟还要大 反正这种玩法我是吃不消 即便是iPad Pro的iPad Pro有这个功能 你用它常规的编码来拍视频就好了 这是我的建议 反而我最在意的 还是从去年开始出现在iPad Pro上的 这个Soundbow 4 USB-C的接口 它本质上彻底释放了iPad这个设备 数据交互的能力 我可以超级快地把文件传到电脑上 甚至有时候把它当成一个移动硬盘来用 给甲方看片子 这真的好 承担率都会提升 这说真的 其实吧 我恨不得把ProRes 还给我们亲爱的库克先生 我求他给iPad Pro 再加上一个USB-C口 这让我看来才是真正的Pro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又到了一个 非常苹果的地方 苹果他会恨你说 现在iPad Pro确实有两个接口 背后这三个点就是 连接键盘以后他能给你充电 然后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接口导数据 只需要加钱买这个键盘就行了 不买就没有 这非常的公平 对于这个功能 我的评价就是 Magic Mouse插迁 两头堵 iPad的后置相机模组 尽管有着强大的M2芯片的加值 这次让我很意外的是 它没有更新iPhone 14的电影模式 还有运动模式 我以前一直好奇 谁会真的拿iPad出去拍照 但是最近在景区我自己一看 好像还真的有人喜欢拿平板拍照 那这个你觉得平板上面有这个相机对你来说 重要吗 那这次iPad Pro的相机模组和上一代是一样的 并没有什么变化 无论是相机参数 还是LiDAR的激光点阵 对于我来说 iPad的前置摄像头其实比后置要重要的多得多 那单论前置的话 iPad Pro的这个画质是要比大多数电脑摄像头是要好的 所以你用它来开会 也是我挺喜欢的一个功能 非常舒适 那它也仍然有着Santa Stage功能 现在视频聊天的时候 可以借助画面的裁切 来跟随你自由的左右移动 当然画质会差一点 但能把你的人保持在画面中央 只不过不是很确定 为什么今年入门款的iPad 把摄像头横屏在了中央 但是Pro还是放在了上面 可能是考虑到Face ID模组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缺点就是和别人视频的时候 我的眼睛始终会有这么一点飘 没有办法支持对方 会有点小难受 这次2022款的iPad 也支持Apple Pencil的悬停功能 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 很多主流的数位板和数位屏 它都有这样的功能 现在的Apple Pencil能够悬浮在图标 或者是按键上 会出现预选状态 跟使用iPad的鼠标吸附在App 或者选项上 它的动画演示是一样的 用iPad绘画的朋友应该会有所帮助 能够很快地抓取颜色 而不需要有个落地在点击的过程 而宣传片所演示的 在iPad上面悬浮出现笔触 在控制笔触大小这样的功能 目前我们还没有体验到 应该要等到下一版的Procreate更新之后 才能够用上 但是就当我以为这是2022款iPad Pro 独有的功能的时候 是苹果花了心思去研发的 这个功能的时候 在上一代的iPad打开辅助功能以后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通过悬停 来显示文本 这说明检测距离这个能力 它是有的 但是它就是没有这个笔触的功能 苹果吧 合理 现在我们聊聊iPad上面的这块M2芯片 我们在LumaFusion里面测试了M1和M2视频导出还有编码的能力 得益于ProRes编解码的引擎 导出速度确实要比M1要快一点 但依旧是被动散热的方式 长时间运行的话 还是会像M2R一样 会发热 会降频 当然我们也对比了一下 它和Mac端的M2芯片的差别 虽然说我们拿达芬奇来和iPad上的LumaFusion来对比 没有这么科学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在双方目前较强的视频编辑软件之上 导出同样的视频 它性能大概是这样的区别 而除了这款软件能够测试一下它的性能 可能我知道的太少了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iPad上面有哪款App 能够发挥出它全部的性能 所以我要说的话和几年前是一样的 我觉得iPad Pro的性能始终是过剩的 真的很少有软件能够把它完全给抛满 但是 我要说一个但是 今年发布的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有几个重型的App 即将登入iPad 比如说我期待已久的 当年在视频里面也讲过的达芬奇iPad 相信是能把iPad的性能吃得饱饱的 达芬奇下放到iPad上面 我觉得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虽然真正的iPad达芬奇需要到年底才能够出来 但是这次我们在苹果的展厅里面 倒是体验到了这么一个测试的版本 实话说刚开始用 我就能够感受到 这个iPad达芬奇还是有点东西的 它是真正的满血版的达芬奇 绝对不是敷衍了事的 虽然目前只有快编还有调色界面 但这两个界面已经非常完整了 和电脑端的体验是完全一致的 只不过你有些新的交互模式 比如用笔来快速滑动 同时左手控制键盘 Io Io 这样可以快速把素材给拖下来 这种编辑体验 我估计是很多朋友都会喜欢的 当然在将来达芬奇还会加上 Firelight还有Fusion的界面 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生态体系就已经比较完整了 只不过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 这个剪辑界面 现在是彻底消失了 我估计大概率也不会再回来了 应该是屏幕适配的问题 总的来说虽然只用了十几分钟 但是这个iPad达芬奇 还是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当然我们也遇到了一些bug 比如像点这个文件 不跳出来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相信在最终版的时候 应该可以被修复了 届时我们可以出一个专门的 iPad达芬奇的评测 如果你想看的话 可以留个言 不过说真的 在iPad上面用达芬奇 我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它的屏幕空间不够 所以苹果它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要让专业的软件进来 注定需要更大的屏幕来承载它 所以今年他们推出了这个 我们期待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功能 能够让iPad接上外接的显示屏 不再是镜像 而是一个真正的全屏显示 简单来说 它现在可以当做一个 或者说半个电脑来用 你可以这么理解 和Mac不同的是 你不会有像这种随意 自由调度的窗口栏 iPad现在增加了台前调度 这个非常神奇的功能 简单来说 就会帮你组合成 这种独特的软件阵列 然后调养出来 当你把鼠标滑到侧边的时候 它就会冒出来 这个功能相比过去的往上滑 再去选择软件 确实要方便不少 我们也终于有了 可以自己定义窗口的大小 实际使用过程中 我感觉它的每次切换 更像是切换一种工作状态 比如说这是我们公司员工的 写稿工作台 这是剪辑工作台 这是数据分析工作台 以及我走的时候 必须要切换的摸鱼工作台 当然Mac和iPad的台前调度 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异的 除了Dockland等动画交付上的区别以外 主要是App窗口的自由度 Mac能够自由地调整大小 但是iPad只能够被动地 接受它给你的限制 而且由于一些App 没有办法适配的问题 有时候就没法调成一个 你觉得合适的窗口 但是得益于M26GB的内存 比较好的一点是 现在打开很多应用之后 它也不会很轻易地杀你的后台 你甚至可以实现 上屏在原神跑图 下屏在王者无恙 这是可以做到的 剪视频的时候 也能够主屏幕用作剪辑 副屏幕用作文件管理 这样的体验有时候 应该说很多时候 让我感觉它真的是像一个电脑 开始成长了 就我个人而言 我目前最常使用的软件 办公上是飞书 色域导图 还有微信 过去在iPad上面办公 确实用起来就和电脑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挺难受的 多任务处理 非常别扭 但现在我觉得 从我的日常工作来说 它确实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只不过这些所有功能的大前提 是在它正确工作的时候才会出现的 很显然在苹果卖出的 巨大一步的同时 它也是逃不过bug 至少在我目前的测试之中 经常会出现一些屏幕无法扩展 或者窗口不适配的问题 这是急需苹果去解决的 对于平面工作者来说 我觉得iPad现在已经成了很多人 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 用来修图或者是绘画 只不过在视频制作上 我觉得还差这么一步 苹果真的进步了很多 相比两年前 但是就差这么一点 就这么一点 只要软件一跟上 文件管理再优化一下 我是真的愿意在路上 认真的用iPad来做片子的 但是说到别的生产 无论是编程还是做复杂的3D渲染 我觉得iPad在当前 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 不用想太多 虽然也不是不能用 但就是欠缺火候 我觉得视频剪辑可能是iPad 能够最快走向成熟的一个 生产力功能 所以这里我想小小嘚瑟一下 在四年前做了18款的iPad评测之后 我们产品组就觉得iPad Pro它大有可为 所以当初我们在设计读卡屋的时候 我们的核心目标之一 就是用USB-C口能够连接iPad 来进行数据的高速传输 还有拷贝 因为iPad其实有着一个电脑 我觉得很少能有的优势 就是蜂窝数据版 它能够直接上网 这就意味着视频能够利用iPad的性能 转码成一个小文件以后 快速传到云端 然后就可以跨越地理位置 还有时间的限制 来进行复杂的远程协作 还有远程剪辑 各大公司像达芬奇还有Adobe 像他花了12亿美金 去收购云端视频协作公司 Frame.io 都是在为这个件事来布置 我觉得意义还是非常大 而iPad Pro在我看来 就是上云方案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 讲了这些未来的展望 我们再把视线给拉回来一点 买前生产力 买后盖泡面 这才是目前大多数人iPad的归宿 虽然说这个嘲讽归嘲讽 但是iPad的生产力 确实对你的使用方式是非常敏感 目前在我看来 比较成熟的点是 iPad的影音娱乐 文字处理 图片设计 以及即将到来的视频编辑 这都挺舒服 但如果说你说你不是up主 这个剪什么视频 老是讲剪视频 我想迅速在视频编辑这个选项 那你这时候会发现 另外这三个选项 似乎别的iPad 它也能够做 所以要我给家人 还有朋友推荐的话 iPad 10 iPad mini 还有Air 会是我更优先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觉得iPad不可替代的 其实不是它Pro的性能 而是它的形态 所以屏幕传输速度这些 反而都是滞后的 那这次我们也拿到了 入门款的iPad 10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外观上统一了设计语言 变成了指教边框的设计 指纹识别移到了锁屏键上 屏幕大小和iPad Air是一样的 那只不过它不是一个全天荷的屏幕 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当然还是使用了 上上一代的这个A14的芯片 配备了一个全新的键盘 在机身侧面多了三个触电 并且键盘和背夹能够分离 但是你考虑到这个键盘 要1999元的价格 加上这3599元基础版的iPad 10 它都快要够上一台 M1芯片的iPad Air 你会选择哪一个 要我说的话 干脆别选 这样 10月份我们还有一次抽奖机会 我们这次与其说抽一台iPad Pro 不如抽五台iPad mini 6 配上我们自研的 全新的iPad mini万能壳 你觉得怎么样 这样抽奖机率会大一点 所以欢迎关注我们 看一看我们的抽奖动态 也感谢各位观众老爷 这段时间对我们的支持 所以这就是我们 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5B点赞是5B三连转发 告诉你那些 想要买iPad的朋友 也许他们有些帮助 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作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